大家好,有沒有吃過酒樓的鐘頭飯呢? 鐘頭飯除了上面的菜之外,飯底也很重要 怎樣才可以蒸到的飯是你想要的,而又要顏色中呢? 今天有一個很方便的方法,你可以準確地自己調教 材料有臘腸、雞腿肉和浸軟族的冬菇 這個步驟很重要,冬菇要完全按水出來 雞要完全吸乾水份 如果水份吸得不夠乾,蒸出來的飯就會濕粒粒 將臘腸、雞腿肉、冬菇切開 將煙毒所有的調味料和冬菇臘腸醃好備用 鐘頭飯的材料你可以選擇排骨、鹹魚肉餅、鍋打牛肉 喜歡吃薑溶的可以放多一湯匙,飯會更加夜味 現在見到碗底好像很多汁料那樣 冬菇和雞都吸乾水份,可以吸收所有的汁料 蒸好了之後,雞會好夠味 放入冰箱冰三十分鐘,有玫瑰爐酒不要醃那麼久 米沖洗一下,瓶乾水份,不需要浸 一杯米,一杯熱水蒸出來就是普通軟熟的飯 如果你想那些飯乾爽少少,就在那杯熱水裏面 筆一湯匙出來,飯就會乾爽少少的了 筆兩湯匙的水出來,飯就會硬身和彈牙 我喜歡蒸出來的飯,硬身一點,所以不走兩湯匙的水 調校好水份,可以立刻蒸的了,不用浸 水滾,用中大火蒸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蒸好了,現在可以下醃好的雞肉 雞肉的材料要鋪平均勻,不要讓它黏一塊,這樣才容易蒸得熟 要快手,不要讓鍋底的水不夠滾,用中大火蒸八分鐘 蒸好了,可以下蔥花,已經聞到很香的蒸飯味 可以用這個鍋仔飯豉油,拌在一起吃 這個蒸飯很適合菜月的媽媽吃,非常飽肚 如果你是胃部冒浴的,薑和酒就不要加進去 現在可以看到,蒸出來的飯每粒都乾爽分明 我就喜歡是這樣,吃下去很大牙 雞肉吸乾水份才來醃,吸收所有醬料很夠味 在我的食譜裏面是給一湯匙的薑蓉 如果你喜歡吃薑蓉的,多給一湯匙,會更加嫌味 蒸好了要趁熱吃,不要放涼 有時只有一個人吃飯,不知道吃什麼好 蒸一個小時飯又好吃又方便 我還有其他的食譜可以選擇嘗試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多謝收看